有手邊也可以向我們後面的攝影機 有什麼難忘的東西拍的時候 難忘的東西就... 其實因為我經常都在那條街那裡 因為很少去那條街的 其實我們經常都在太平街那裡拍 基本上我的景點全部都是那裡的 開親工都在那裡的 因為太平街其實是舊街來的 舊香港的街 我覺得是有一個情懷在那裡的 有沒有信心 信心? 那當然有 哈哈 其實我們拍了都整半年 因為疫情拍一停一停一停 都希望觀眾喜歡 你跟姜濤合作了嗎? 姜濤是開心的 他又英俊了 他很乖的 因為我跟他那段感情都會挺好看的 那個父子情都是因為他 所以我才退任江湖 他也是因為我 所以他要進入江湖 這個感覺是很強烈 在那個戲裡面是很重要的 令到我為什麼會在那條街那裡 為什麼會退出江湖呢? 你開大叔的鄉 是呀 有些藍藍的 是呀 說吧 先說吧 未知的未知的 先說先 等他們公佈 有談的 有談的 你是不是第一次拍這一類型的 喜劇 因為這個是喜劇 還要是一個瘋狂式的喜劇 我真的沒拍過 比較瘋狂的 你又拍一些MIRROR的成員嗎? MIRROR成員 對呀 年輕人 又拍完姜濤 跟著又拍Anson哥 當然啦 我們這麼年輕的演員 當然要拍一些年輕人 很多的親別戲 這個瘋狂喜劇都會 不知道 甚麼都不知道 我都還沒談 你格不介意 你格不介意 如果是 還沒談 你有沒有嘴過兒子 嘴過 嬰兒子 嬰兒子 嬰兒子算不算兒子 算兒子 那你格不介意 不知道啊 到時候才算 我都不知道 還沒知道是怎麼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